您觉得安倍这次前往中东国家阿曼 非洲国家科特迪瓦莫桑比克 埃塞俄比亚进行为期七天的访问 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要了解安倍这一次访问的动机 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这么几个地区 来自全球的大形势 第一个是多数人都认为 未来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亚洲将会成为全球新的政治 尤其是经济中心 那么第二个是 当前日本正在卯足了劲 要跟中国争夺亚洲地区政治 尤其是经济中心的主导权 那么第三个是 中国是一个资源与能源供给相对贫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资源与能源供给绝对贫乏的国家 而中东则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藏地 非洲则是一个具有潜力的资源与能源的未开发地 那么除此之外 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 中东与非洲地区还扼守着 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源与能源运输通道 尤其是非洲 有人曾经总结过 谁要是占据了非洲 谁就控制了印度洋 谁控制了印度洋 谁就控制了亚洲的闷门 谁控制了亚洲的闷门 谁就拥有了未来的世界 第四个大形式就是 由于液研气开采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以及美国开手左手开采本土的石油资源 将会导致美国对中东与非洲地区的能源需求量大减 并进而影响到美国保护全球海上生命运输线的意愿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就可以大致分析出安倍上台以后重视中东与非洲的原因 第一个是跟中国争夺中东与非洲的资源与能源 第二个是害怕中国取代美国 或者说是害怕中国填补美国后车以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控制了全球海上运输的生命线 那么第三个是要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和它的影响力 好的